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咱们今天的解盘 那大盘今天的回调 向下回调了 昨天其实看起来还不错 是涨的一个突破的行情 但是向下回踩了 那这个回踩 它是正好碰触到了我们的AI的压力点 我们的AI压力点 是一个比较先决性的反应 然后现在它往下是碰到了我们的AI的支撑 再做一个反弹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AI的有效性在30分钟层面上 AI的信号还是比较精准的 那好 接下来呢 就行情就很明晰了 我觉得 那如果就是等英伟达的业绩 因为我昨天 因为这两天在国内 时间有点混乱 这个最近在国内 就是昨天已经20号了 我做节目的时候 我以为是盘后英伟达报业绩 就是今天 好 那今天盘后呢 英伟达报完业绩 如果是业绩下滑的话 那就是逼迫了之前 前面的这个低点 20400这个地方 我觉得大盘就是毫无疑问 要进一步的向下去看跌 要跌破2万点这个位置 但是呢 如果往上去涨 只要是英伟达的业绩还不错 向上的突破了这个208737 我觉得大盘呢 还是会创新高的 应该大胆的去迎接 整个的这个感恩集行情 圣诞行情 好吧 其实方向非常的清晰 那么英伟达现在还没有公布业绩 我认为英伟达的盘后的 这个业绩的波动 最多也就是在3到5点左右 如果是业绩好的话 我想我们很快会迎来4万亿的这个价格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 这是英伟达 所以英伟达呀 这不应该是有人亏钱的 因为有人说英伟达是有一个亏损的状态 其实大家要看一下 英伟达现在距离新高只有2.5% 实在是说实话 没有任何的理由 说英伟达走的不好 人家都是接近新高的一个行情 怎么能说他不好呢 对吧 这个除非这上手通脑没有了 20天均线打到支撑又开始翻他 至少目前看起来这个确实上英伟达还是非常强势的 没有任何的理由说他现在走的不好 好吧 我们尽管业绩 然后呢 Tesla这个地方高位震荡 30分钟层面上高位震荡 我认为呢 特斯拉是不会再去跌破300的这个支撑点了 我觉得他不会跌破这个点了 然后可能接下来就是一个高位震荡吧 可能走一个上升三角 有可能还是在往上突破 或者这个局部的一个三角形可能就能直接往上去突破 无论英伟达的业绩好与坏的话 对特斯拉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对特斯拉的这个方向感还是比较看好的 好 那crypto这边呢 表现的就很好了 crypto这个大方向还是非常好的 前两天呢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是继续勘掌整个crypto的这个行情 我们也开了5倍的这个仓位 5倍的合约的仓位 继续去勘掌它 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 为什么crypto长这么好 coinbase啊 或者是mstr啊 走的分歧这么大 其实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他们呢 毕竟是一些企业性的股票 理应 大家肯定会问coinbase行不行啊 mstr还行不行啊 我的答案呢 就是比特币好 crypto好的话呢 这些 这个coin呢 mstr 他们理应也应该往上涨 但是如果没有往上涨 你也不要觉得太惊奇 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些企业 这就证明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风险性因素在里面的 具体你问我是什么风险 什么因素导致的 coin没有跟着往上涨 说实话 我也讲不出来 我也讲不出来个所以然 我只能说可能coin之前可能涨得太多了 大家担心后续的这个行情 那么对于crypto这个地方还是看涨的 所以既然分析coin呢 mstr是要靠crypto来分析 那为什么不直接来做crypto呢 对吧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你做不了crypto 你可以去买这个IBIT crypto的ETF来做一个相应 对吧 所以你看我现在我都在讲crypto 我都不敢提这个敏感词了 我怕平台给禁了 所以差不多呢 还是继续看涨的 也没有目标 牛市不言顶 因为crypto这个东西 它没有一个基本面可言 就是市场情绪所主导 有一点是明确的 就是今天我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分享 crypto的见顶一定是一个过程 一定是一个高度震荡 挑动的 最后破位的这样一个大的平台去破位 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即便是2017年 因为我经历过三轮的流行 2017年的下跌 它也是进行了一个向下的破位的走势 好吧 差不多 这就是大盘的情况 然后就这样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分享几个大家关注的热点 这边的UVXY 这要注意一下的 大盘这两天 好像也没怎么太怎么样 UVXY的涨幅可是挺吓人的 涨的可是挺猛的 它的价格 我估计是在27块5左右 就最多了 现在其实涨起来 到25块多 已经算是一个压力点了 如果能突破了25块多到27块5左右 我觉得可能UVXY又要开始变成慢慢的下跌了 大盘的调整可能也就结束了 好吧 最近要把UVXY给观察起来 用UVXY来辅助我们来判断大盘 这两天的UVXY也涨得非常的高 今天也涨了10% 从前面的低点又弹起来了 挺好的 它不弹就没有办法阴跌 只有UVXY进入到了阴跌的模式 大盘才可以往上走高 那UVXY是现在这个盘面来看的话 是很难去突破24了 24肯定是过不了了 能涨到20块1 这都是20.1吧 因为UVXY不是以价格计算的 这都算是比较高的涨幅了 好吧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